我们要进行专理网站的测验大挑战 我们要使用Google表单来做结合 好,我们刚刚已经做到这里,对不对? 回到Google来,再点选九宫格的表单在哪里,记得吗? 是在云端硬碟点起来 就切换到云端硬碟来 接下来点选新增更多的Google表单 那进到这里面来以后呢,给大家一个名称吧 这个表单的名称就叫五色鸟大挑战 对不对? 那题目呢,第一个 第一题,五色鸟 它另外一个名称是什么呢? 那输入 绿色仔 第二个选项叫做什么呢? 五色仔 第三个选项呢,叫台湾啄木鸟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做完以后呢 好,那这个地方就 怎样呢? 必填 那我们再加个姓名好了 这个地方我们再点选新增 姓名 姓名呢,要让人家填 简答 好,而且一定要填 调一下顺序 往上啦 我们就很简单做两题 一个是姓名,对不对? 一个是台湾用名什么呢? 好,来 那在这个地方呢,就做完了哦 好,最后完成完以后呢 我们来点选这个 点在这个地方就把名字抓过来 对不对? 那点选这里,回到主画面 好,这个表单就在这个地方有两个 好,五色鳥按两下 如果再修改呢,就按两下再开启来 我们就等它一下下 那点选传送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可以给别人填一个网址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插插关闭哦 所以呢 我们利用云端音节建立个五色鳥大挑战的一个表单 好,那请同学先做到这里